大家好,我是Tri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星期二凌晨英超第十二轮最后一场有柳卡素 主场迎战韦斯咸,两对近方差距比较大 柳卡素近期连战连胜,而韦斯咸就连场不胜 相比之下,金像可以看好柳卡素,全取三分 另外,这场赛事我们Mplus会提供现场直播 柳卡素方面在经历联赛五轮不胜之后,终于反弹 近三战全部赢球,英联杯第四转2比0击败车路士 其余两战分别赢阿仙奴和洛定咸森林 能够击败车路士和阿仙奴足以证明 目前他们竞技状态是不错 而三连胜期间,昆祥攻入两球 强劲的攻力就是球队取胜的利器 留意伊沙克连续四场比赛能够入球 脚感火而击他,金像有望延续破门表现 另外,柳卡素防守一样做得很稳 主场比赛,球队昆祥至今只是失0.6球 加上面对韦斯咸已经连续五场保持不败 克防不对手近方不稳 各方面都占优的柳卡素今轮应该要赢了 阵容方面后卫哲比亚和史云博文 他们都因伤无缘上阵 后卫搬恩就被罚停赛 另一面韦斯咸今季表现比较差 11轮当中他们赢3场和3场输5场有12分 就近方来说他们并不稳定 过去4轮联赛赢1场 期间合共失8球 后防线就有很大的漏洞了 成为球队胜率不足的原因 另外,韦斯咸近期功力方面也有下滑 目前已经连续两轮联赛没波入 而保环、塔基达这些攻击手 他们的状态要尽快调整 留意韦斯咸不太擅长作客 赛季至今五轮作客只赢1场 现时已经连续四轮联赛作客未尝胜职 最近两次作客都是输 期间单场仍是失三球或以上 所以总结来说韦斯咸今仗很大机会是输的了 阵容方面前锋、富古家、殷商要被战 攻击手古导师同样要坐波监无缘上阵 立即下载M直播 无论何时何地 由于置身现场 看尽足球、篮球赛事